屈池 屈池這個學位是大唐經的和絮 大唐經的和絮 它就是一個多氣多水之學位 大唐經的大唐經的大唐經 因此這個學位它的氣血特別的出用 它的位置大家都知道 在曲折橫紋頭 勞側端凹陷中 那麼這個學位 我們在臨床上應用 非常寶販 非常寶販 那麼今天我給大家講 主要是它的作用 主要是通過它的一個是宣氣 行血 蘇風 立結 但是這個學位呢 它在很多地方 作用還是很明顯的 比如說清熱結療 那你要治療感冒 是不可缺少的一個學位 清熱結療 病人如果有咳嗽 你在背上吃酒 養血明目 那麼治療眼部的疾病 是不可缺少的一個學位 它既可以養目 它既可以明目 它也可以養血 知道有個禁食啊 是吧 世神經萎縮呀 是吧 這個經濟混合呀 等等 而且降壓通路 真的 還有很好的降壓座 那麼其他的 就是知道什麼風濕病啊 是吧 口關尖炎啦 是吧 網球肘啊 都是不可缺少的這個學位 所以 虛實這個學位 在臨場應有的地方 那麼今天給大家講的呢 主治的呢 主要是一個治 邪痛 就是邪下痛 也叫內間神經痛 再有就是 胃腹痛 胃和腹部 特別是那個協助 有很多患者 他就是 有的是由於氣質的 有的是由於這個 或者扭傷了 或者有外界的原因吧 引起了 邪下痛 而且痛得很厲害 甚至於呼吸 是吧 咳嗽 他都很疼 很疼 那麼 這種邪下痛 我們用氣質這一針 一次變效 馬上就變效 再就是 再就是 胃腹痛 特別是就是 吃完了飯以後 或者等著 騎車 上班 或者 跑 那麼呢 感受了 涼風 引起寒氣 在胃腹內 串動 這種 想出虛攻 都出不來 快 那麼 這兩個 病症 我們就用一支 驅馳 就解決了 就解決了 下面 我給大家 講講操作 首先 要令其患者 取正座位 挺胸直背 一定要挺胸直背 要放鬆 然後 將上肢 屈肘 放於桌上 就是患者 要挺胸直背 屈肘 放在桌上 取一側屈肘 一側屈肘 就是說 乃側 橫動 取乃側 右側斜下動 取右側 左側斜下動 取左側 如果是胃腹痛 那讓病人平握 兩側屈肘 兩側屈肘 我們取一寸五的豪針 一寸五的豪針 由屈肘 競爭 直刺到地步 尤其是 直刺到地步 到了地步以後 這個學位 會有天人地三步嗎 對不對 到地步 到地步以後呢 那麼 把它提他三次 就是 天人地 天人地 就是提到天步 到地步 再提到天步 再到地步 經過你這麼提摘以後 最後你把這針 停到天步 這針停到天步 停到天步的時候 你讓這個患者 你讓這個患者 說你吸口氣 狠狠地吸口氣 讓患者就行 在患者吸氣的時候 你把這針 迅速 插到地步 把針 插到地步 把針插到地步以後 你另接換上 殼子 並且 一殼子 你迅速把針 提到天步 是吧 你吸氣 到地步 殼子 到天步 吸氣 到地步 殼子 一般的就是 一兩次 兩三次 他這兒就不疼了 歷時就不疼了 這時候你可以另接患者 說你 在生毒氣 出出氣 你在 咳嗽咳嗽 看你還疼呢 尤其是對心得的患者 他馬上就不疼了 馬上就不疼了 馬上就不疼了 你還可以拿這個手 給他活活 好了 那麼 他已經反應說 不疼了 是吧 已經基本緩解了 在這時候 你把針 就擱到地步 不要切 擱到地步以後 然後呢 這個針的方向 你稍微的 像肩膜那兒 切一下 因為你不是直著 對嗎 稍微寫一下 那肩膜先上 然後你先前後 沿轉一下 那麼有的 敏感的患者呢 他這種呢 就感覺 真敢向上走竄 真敢向上走竄 讓他沿著這條經脈 他向上走竄 向上走竄 向上走竄 我們大當兵 大家都知道啊 我起上揚了 是不是啊 大當兵去什麼 這是起上揚了嗎 二天三天 高吉祥 楊姬天的一天 然後上來 兩天三天 其實走啊 都如一天要見一遍 是不是啊 天女師父和楊姬 一半二號一下 直動過來了 正在比這整個人生 但是他的有一條 他的經脈呢 到了缺盆 由缺盆進入到 通過肺 跨過橫格 下過大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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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過大腸相表 你們的姿勢 在大腸相表 所以他這條經脈 是不是這麼下腸 對吧 所以呢 你的手法 用過以後 就是啊 吸氣 下腸 呼氣 咳嗽 出邊 所以你這樣的話呢 等你這手法 用完以後 你沿邊稍微向上 你沿著這個 沿著這個 經脈的走向 你給他 拇指向前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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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他就轉了 就年輕 那麼這時候呢 你就讓病人啊 活動活動啊 讓他做個深呼吸啊 咳嗽咳嗽呀 是吧 留針十五分鐘 留針十五分鐘 留針十五分鐘以後 他的疼了 就全部都消失了 全部都消失了 就是如果說 有時候有的患者 可能疼了一周了 或者是很長時間了 那你給他做了以後 當時這是緩解的 緩解以後 如果緩解以後 還有一點痛 你可以再叫他來 頂多三次 頂多三次 一番心得的就一次 就一次 很快就緩解了 像這樣緩解吧 有很多 像早上騎車 上班呢 到了班上以後 結果出現血癌 或者生了點氣啊 或者吃飯吃得過急啊 都會產生這種 那麽 這講義上呢 有很多病案 這個病案呢 有時間呢 你們回去自己看一看 我呢 如果有新的病案 給你們講一下 就不在這個 舊的病案上 給你們講的過多 衡容更多的時間 多一點 那麽下邊呢 我就給你們談談 關於這點雞 這什麽樣大腸病呢 它是起大腸刺脊之端 咱們說什麽呢 它是沿著上腸循環 好嗎 好嗎